我覺得這一次更加的年輕化 更加的活潑 那也跟很多大陸的朋友一起相處 覺得特別活潑開心 大陸朋友在後面一起唱歌啊 然後甚至是我們最後把他們 Cue上來一起跳舞啊 我都覺得是還蠻 正經也蠻高潮也蠻好玩的 蠻熱血的 因為我也畢業很久了 我就覺得哇 好像回到以前學生時期 那個晚會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很純真活潑 可愛 對就讓我覺得哇 好懷念以前還在上學的時候這樣 然後看到這個很多台灣的朋友也很開心 我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古代曆行 那所以像我看到那個秦王宮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因為它是據說復原的以前 那種秦王宮的狀態嘛 對那我們自己團隊 也很喜歡看這個有一部劇叫大秦帝國 對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哇 每個人都好開心瘋狂拍照瘋狂拍影片 我覺得都蠻好的 但是可能這種古風的基地 我不常見到 所以我一直以來就是很希望可以到這個地方 因為以前在那個抖音上刷到 橫定影四層 就覺得哇 這麼酷的地方 真的很希望來一次 所以這次到了以後 雖然它是復刻的 可是依然可以感覺到那個秦王宮的氣勢磅礡 然後還有那個 清明善河這種璀璨 對我覺得珠珠姐 它很常就是給我們 普及一些中華文化 中華歷史 不管是身份認同也好啊 或者是歷史教育啊 所以在珠珠姐身上 會經常讓我反思到一些 四十五經裡面我讀到的一些 內容 對所以這個是它對我來說 最大的一種 啟發